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 8号发布一旨声明 宣布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 遭点名的是 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负责新闻工作的领事赵伟 他被指控涉及干涉加拿大内政 以及骚扰议员家人 苦主则是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 综合外媒报道 庄文浩因为曾发起 谴责北京对新疆维吾尔人 种族灭绝的动议 而被中国盯上 中方不但计划制裁庄文浩 还恐吓庄文浩在香港的亲属 被认为涉及这些行动的赵维 遭加拿大要求限期出境 中方除了否认指控 也立刻采取报复措施 宣布驱逐加拿大驻上海 总领馆一位领事甄议会 并且强硬限期五月十三号前 必须离开中国 这起风波被学者认为 是在华为财务长孟晚舟案后 加拿大与中国外交紧张升级 优异立正 有加拿大媒体指出 赵维当时也曾动员侨民 要求释放孟晚舟 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卢沙野 还直接痛骂加拿大 是白人至上主义作祟 之后又威胁加拿大政府 在5G建设不要排除华为 如果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 参与加拿大5G建设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肯定会火火 学者指出当时加拿大曾考虑驱逐卢沙野 但最终仍作罢 如今加拿大迅速决定 驱逐涉嫌胁迫的中国外交官 显示就算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 面对中国的蛮横嘴脸 加拿大决定不再吞人 华氏新闻陈刚 梁树文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